板橋火車站則是在今天凌晨十二點多的時候 發生了一起B2游民被砍傷的事件 可能是因為金錢的糾紛 所以有一名蔡新的游民在睡夢當中 被另外兩個熟識的游民拿刀追砍 還好送一隻狗已經沒有大礙 但是警方也立刻加強車站附近的巡邏 讓附近的民眾可以安心的搭車 斑斑血跡從板橋火車站B2樓 手梯間地板上一路延伸到車站大廳 令人觸目驚心 而當時正在直彈夜班的超商店員 募集整個過程 他流血了很麻 他從這裡血 然後整個都是血 然後叫 他叫救護車就對了 那他的時候他是全身都是血 全身都是血 頭啊 頭部 過一個洞 滿大洞 21號凌晨十二點四十分左右 蔡新游民與朋友就在睡夢當中 突然遭到兩名游民遲到闖入 那現在有兩名游民 他叫我扶著 扶著 扶著 撞出來 當時我會怕 我都輸了 那我已經跑了 疑似應金錢糾紛 讓原本與蔡新游民認識的兇嫌 憤兒遲到砍人 還一路追到附近超商才肯罷首 以前是都在這 我幫你去吃就對了 那兩個都以前我們睡在這裡 錢是怎麼缺 缺不是錢是有什麼缺 我叫什麼 我也不三六塊 事發後警方緊急將沾滿血跡的地板 清洗乾淨並加強車站附近巡邏 避免類似的事件再度發生 明星舞紅席玉台北報導